基隆警方当街拦下这名涉嫌贩卖快筛试剂的女子 警方在网路上巡逻时 发现女子在社群网站上以假名贩卖快筛试剂 专案小组立即锁定女子 假装是买家和她相约在台北市中正区面交 当场查扣快筛试剂十组 这名女子住在新北市 先是用原价购买快筛试剂后 再提高价钱贩售从中获取利益 已经卖出大约五十剂 销售范围遍及大台北地区 警方立即将她带回警局征讯 由于快筛试剂 只有医疗器材商和药局可以贩售 如果民众擅自出售 将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拔环 疫情之下人人自为 民众别购买来路不明的快筛试剂 才能用得安心保护自己 记者朱丁龙 叶玉娜 基隆报导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今天就可以聚用来 树狗 这个项目 这项目